比赛可以说明那是必须损害 大家好我是赛克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对战视频 那么之前我见到兔爹 那个可阻挡的赫拉赫朗斯 然后那个队伍里面他的heracross 就是次次都是只有炮灰的命啊 真的是不可阻挡 但是的话我是见到那个野弹龙 所以的话我就想的一定要拿来用啊 毕竟的话野弹龙是就是除了秘密球以外 在期待我最喜欢的新东西了 所以的话就把这个队伍拿来用了一下 努力的话稍微我改了一下 给那个赫拉拉了一点特奈 然后给那个马加拉拉了一点物奈 就大概是差不多那样吧 然后嘎拉的话我改成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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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雷针 但是我觉得这队伍可能中转什么coco之类的 电视器那些有压力吧 但是只是想试一下避雷针效果怎么样 那这场的话其实大家看到对面这个绵绵的队伍的话 是完全没有队伍空间没有任何一点办法的 我只要开出空间对面就只有等死的份子了 那么如果能出把钉子的话 钉子也只是为了破掉那个潜在的贴甲背的西遥 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我的这个一堆东西就会无双的输出了 如果我能把对面的也这个帝国火焰去掉的话 我的开一波空间我的这个 哎马加拉就可以直接无双把对面所有东西都清掉了已经 OK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场的话对面明明也打的就是有点不知所措吧 就是面对我的空间 他他也的确是打的比较辛苦 那么我这边手发了直接手发了一弹龙 哎一弹龙好看呢 对面手发了谁吗 我们见到对面是斗赛的 哎原来是斗赛的 我那时候都没看到 那斗赛的话就是如果意外是没有冰封的 我那时候是没有看到 然后我就直接浪了一发 其实那时候可能要读一下有没有冰封可能是好一点 但是没所谓了 我直接点了一发一弹C 那如果我看到对面是斗赛的话 我可能不会点一弹C了 这时候的话对面拉了一发双换上了 这个拉铁奥斯 他可能是不知道我有火焰火系攻击吧 他可能也是在看一下我有没有火焰攻击 那么这里的话就对面没有理由流产 因为我是龙系的 对面很有理由再次换上对面的铁鹅灰烈上来 所以的话我也拉了一波换人换上我的嘎拉嘎拉 那么由于我嘎拉是避雷针不是石头脑袋的 其实这里更好的一个选择是 就是特别是带替身的 我觉得如果我换成这个避雷针的话 更好应该带剑舞 这里就很好的一个剑舞机会 但是我没有剑舞 那这里的话我一发火推 推到对面的沙盒马身上 推过半了 那么如果对面的话是这种偏就是混耐 混耐类型的话 可能就基本上盒马都会加多多少 加一点特耐的吧 可能加个100点左右的样子 那这样的话我是出了一发很低的随机数 我就就是我是经常用河马被这个嘎拉撞的那边 所以我是知道这发随机数应该是 如果以为是很低的一发随机数来 所以我就再撞一发 那果然是第二发随机数不错把对面撞死了 OK那这里的话对面换回叶滚 就是想一个保护把我的空间脱掉 没什么太多问题 我自己得雷飞银骨 可能的话因为对面可能就是这里会拉一发双换什么的 没什么太大所谓啊这里 OK我这里怕对面地震把我震死 所以的话我就换上了土猫 顺便的话可以出一波钉子 对面的话对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那么对面选择一发中方中创 撞到我土猫身上 诶真不错对我来说 其实这伤害是挺高的 比我想象中要高一点 对我头盔各了一下 其实我打这场的时候我超级就是我我我我真的是在我边是在就是做做视频的一些特效 然后家里又有一些别的事情要我就是分散了 我注意我真的打得很不集中 然后我是到这个会我才看到剩饭的 我一开始我还生气以为对面是什么什么攻向的一种配置来的 因为那个中划剩饭打的其实也是有点小疼啊 OK对面呃这里出了一波钉没什么所谓吧 这里再次UT我现在对面没走的话可能是对面就是想到对面可能是觉得我打不动他 所以的话我走的话呃他有可能再次撒一发种子 所以我就换上了我的这个野弹龙想毒一对面一发种子 没问题对面选择一个火源放射 好没问题这个发火源放射这伤害真的是挺低的呀 呃我这里的话还应该还是开空间吧 如果没搞错的话对面选择寄生种子 呃可能是他觉得我没有火蟹攻击吧 所以选了一发寄生种子我这里直接选了一发火焰放射 刚才他可能已经觉得我是没有火焰放火火系攻击 所以他就就流场了吧 那这里的话还是可能他还是觉得我没有火系攻击吧 这里我还是晒出了一发火系攻击 那么我我知道对面肯定要保护托克克 然后吃几次送饭之后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把对面的灰烟 用火焰放射打死那不行的话可能会有小防 弓箭挥挥挥也不够了 这里直接换上我的赫拉赫罗斯上来 一发迈赶金的话 因为我只需要我这场就是我也说只需要把灰烟的血量弄下去的话 我的这个呃这个加啥马加纳立刻可以推对了 那么这里我想读对面一发剑舞的没读成功 这里选对面还是选择一发种子没问题没问题 嗯这边一个还好还过得去的先读吧 那么我是多少拉了一点特耐的 然后就真的是不怕对面的火焰放射 回忆的火焰放射你说力度能有多高 啊赫拉的耐久还是非常好的呀 对面选择保护托会和 那这里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再读剑舞 直接选择惊战对面 哎我开了空气还对面比我先锁了 没有什么大的锁位吧 反正对面也没有东西可以上来吃惊战 反正上来都得死 OK呃这里空间结束了 呃对面的话选择了双保护啊 好像是双保护没所谓 没所谓对我来说的话我就一直点进战就好了呀 呃对面的话肯定要死一只了 没想到对面的话 其实可能是绵绵这里 这打的就是有点精神错乱的吧 就是面对我的空间 真的是一一就是毫无头绪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 他就让我这样一发这个CC 把对面的这个灰烟打死了 对我来说当然是也可以接受的选择了 我觉得我记得的话 那就是打灰烟这几个盒盒 因为我床上不知道为什么来了一只虫 然后我就在尝试在一直在打那个虫 真的是很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啊 这里就没有必要走了 直接让直接送掉就好了 如果对面拉提也没有强化镜 如果对面要清丁的话 我顺便还能把它带走 OK那对面的话 好像是一只围经拉提吧 如果没搞错的话 那么我这里的话就换个马基亚拉开空间 然后剩下就所有东西都可以被马基亚拉推掉了 OK啊这里直接点了一发CNC 然后我用了这个这个上一集龙珠超里面那个动画 看到我啊 那个91龙珠超里面那个 绿不一样 这个这个看到我真的是 呵呵呵 哎呀 然后哎 我觉得我哎呀 想没有想象中做的好啊 我这个这个CNC的这个字体 哎呀 这个真的很像CNC 我看到的时候 我那次在 我是那天打完越赛在地铁上看的 看到我真的直接想摔手机了呀 真是的 然后拉提奥斯就被这样撞 都被这样打死了 OK 真是瞎眼啊 那我魂心提高了一段这个这个特攻没什么太多问题 这边的话换上水码 这里的话我就继续点 没有必要点 就是直接点这个鲜花将冬炮 正义的鲜花将冬炮 谁上来也是死 那么我这里的话减两吨再提高一段的话 又回到正常的一个这个特攻水平了 这个这个把加他真的是很强啊 那这里继续点这个鲜花将冬炮 没什么的问题 这个铁甲被那么差的耐久 肯定是吃不下的 我觉得他光炮也可能吃不下啊 如果我记得风神呢 风神的这个 AV风神的这个 叫啥 AV风神的暴风 都可以把这个铁甲被打出腰带出来 所以马加纳这个输出比AV风神要高不少了 那这个光炮没有把对面带走 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里的话我就再把它送掉就好了 对面再一发地震把我的马加纳带走 其实的话我这里应该上胡爬的 但是我上之后我忘了呀 我随手点了一个 我真的是看错了 就是我也说那时候打的时候有点 有点不集中精神 然后我是看错了 然后我以为胡爬已经死掉了 但是没有死掉 所以的话就上了一个土帽 那如果上胡爬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一次元冲锋在七代的样子 我也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 一次元冲锋 七代长什么样 留着下次吧 我还是想用这个队伍 打多几场 我还是挺享受这个队伍的 毕竟有耶弹龙嘛 然后这里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观看 大家喜欢的话点个硬币 投个硬币 点个赞 投个硬币 留个评论什么的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